不需要去试探五个相处细节 看亲语人是否喜欢你 在人际交往中 情感的表达往往比口头上的承诺更为真实 特别是在涉及到爱情这个复杂而微妙的领域 语人的行为会往往透露出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虽然有时候难以直接的询问对方的感受 但是通过观察和细心的去留意 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 第一点就是主动的和你交流 在女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倾向于与他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不仅仅体现在面对面的交流中 也包括通过通电话短信或者是社交媒体的交流 如果一个女人喜欢你 她就会主动的去找你聊天 分享她的生活所思 并且对你的回应 极易都是积极的去反馈的 她可能会找各种借口和你联系 比如说询问一些琐碎的问题 或者是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 这其实都是她试图的拉近你们之间距离的表现 第二点就是关注你的生活 女人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 往往会对她的生活状态会格外的关心 她们会留意你的兴趣爱好 工作生活和个人的情感 试图从中了解你的喜好和需求 如果你发现了一个女人总是在关注你的动态 询问你的情况 或者是主动的去参与到你的生活当中 那么很有可能她对你有着特殊的情感哦 她会关心你的喜怒哀乐 尽可能的去满足你的需求 因为她在乎你的感受和幸福 第三点就是展现出对你的独特关注 女人往往会通过细微的举动来表达 她们对喜欢的人的特殊关注 比如说她可能会记得你曾经提到的一个小小的兴趣爱好 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 给予你相关 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 给予你相关的关心和支持 或者是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她就会主动的伸出援手 给予你帮助和鼓励 这种独特的关注 往往会让人感受到是被重视和珍惜 是女人表达爱意的一种重要方式了 第四点就是愿意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 在信任和舒适的环境下 才会展现出她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情感的 如果一个女人对你敞开了心扉 愿意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 表达她的喜怒哀乐和感受的话 那么说明她对你是有着深厚的信任和依赖 她可能会向你倾诉她的烦恼和忧虑 还有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分享她的梦想和希望 这都是她在试图的跟你建立更加深层次的一种关系 第五点就是体现出对你特别的关心 女人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格外的去在意她的感受和需求 如果一个女人对你的关心和照顾 已经超出了一般朋友的范畴 那么很有可能她对你是有情感的 她可能就会主动的为你做一些小事情 关心你的健康和饮食 或者是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会自己主动的去提供帮助和支持的 我们通过观察女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我们就可以窥见她们的一个内心的想法和感受了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 下期再见咯